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小娃娃 又欢迎小娃娃 何够烤热腾 喝着脚下的泥土 落起休子加油干 还奋斗出来当还是幸福 烤肉儿 糖瓜 糖葫芦 莲青稿 茅热气得烤红薯 来一块儿 猪头 腊肉 烤羊腿 要群 què儿 薰鸡 卢鸭 豆腐疤 白送花儿 花花里 кор爽桃莺 尘 Vir Gross 员池 小烨 Loui 买実 Holy Ghost 背北 杂包读道片 尼�他 老酒三大娘 老老 话脸 小败者 爬紧看啥扭手啦 一起赶大吉 一起赶大吉 赶得急赶得是咱日子两层趟 一起赶大吉 留在那种功夫路上 天地向上 一起赶大吉 天地向上的祝福帽在热了滚烫 一起赶大吉 热了滚烫 热了滚烫 热了热热的奇迹破大年 共云赶大吉 一起赶大吉 今天我们来到的是四川省洪亚县 你看我今天这身穿的就是 当地羌族的传统特色民族服装 四川呀 你来赶大吉 你没有胖死金 你都可别想回去 咱在大吉上 有一家羌族美食可神秘了 他们家子穿女不穿了 这么神秘啊 是的 那咱们一起去看一下吧 这个乡村大吉 位于洪亚县的东越镇 距县城约二十分钟车程 每隔一天的上午开吉 八点多钟 集满了来赶吉的人 大吉不大 怪事不少 记者在两位羌族向导的陪同下 一起逛大吉 大吉第一怪 睡衣穿的有名堂 第二怪 甜蜜美味叮当响 第三怪 豆腐长毛吃着香 第四怪 肉香疗人 有秘方 大吉上人来人往 咋这么多人穿睡衣 穿着睡衣掏完耳朵 还能碰到熟人 拉拉家常 在四川 这种睡衣 是上到八九十 下到两三岁 都特别喜爱的时尚单品 你看这位大娘的 我们四川比较出名的省服 因为现在冬天特别地冷着 所以说 基本上穿的人特别地多 省服 为四川人的安逸 再加一分 大吉不大 但分区明确 甜蜜区 这位大姐也不吆喝 叮叮当当一直敲 然后它就是麦芽糖嘛 四川的学习就是 听到这个声音 你就知道是这个麦芽糖来了 手工制作麦芽糖 糯米蒸熟 小麦发芽 熬制糖浆 这种糖粘性很大 就得生拉硬扯 再来点甜蜜爆鸡 切糖小工具 也是大吉上的麦糖小乐器 就吃到嘴里 我感觉我的牙都没沾上了 真的很甜 真的 希望大家生活有点甜 四川人重口味 全国文明 可跟这东西比起来 都不算啥 太重口味了吧 这长多少东西都吃啊 这都是四川的美食 那是我妹的妹妹 要这个当了妈妈才好吃 哈哈哈哈 他这个里面就下上 下上什么辣椒 辣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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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豆腐 闻着豆腐 吃多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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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蔬菜区 解腻的蔬菜很畅销 因为四川人无肉不欢 大吉上摆摊最多的 就是猪肉 每家每户过年 那一三四天 都要炖这个猪头 意思就是说 有头有尾 来你红红火火 除了小鲜肉 还有一片红红火火的老辣肉 辣是流传千年的 保存肉类的方法 在四川 鸡鸭鱼肉皆可辣 肉类用盐或酱腌制 在通风处风干 或者烟熏后再风干 就是辣味 辣味蒸熟或者煮熟 可单独上桌 也可炒菜下火锅 这个大吉上 卖价最高的辣味 就是神秘羌足美味 可是咱们说的那个羌足的 那个只传女不传男的神秘味道 到底在哪啊 就在前面呢 我们羌足的美食味道 就在前面 很可神秘了 他们家只传女不传男 香味儿 香味儿 这家店正在搞试吃活动 老远就闻到一股肉香味 还可以的 味道如何吗 好吃好 这味道真好 来 来 真重的 真的好吃 店家介绍 这是腊肉 香肠和风酱肉 风酱肉记者还是第一次见 还在观望时 旁边小姐妹已经忍不住了 好香啊 谁要来捆你 嗯 好好吃啊 腔族小姐妹这要停不下来的 就是风酱肉 很香的 大可吃肉 在我们来到我们四川 这样大可吃肉 嗯 嗯 感觉怎么样 满口爆香 嗯 并且还有一种 就是豆瓣酱的味道 有点甜 还有点咸的味道 据说这美味的风酱肉 已传成百年 每代传艺人 传女不传男 曾有人想花上百万元 买制作秘方 都没买到 那咱们这个 只传女不传男的这个美味 这到底是谁做的呀 看来找到雅妹子 千金难买的秘方 才能一探究竟 没想到雅妹子 就是这样的形象 前两天我摔了一跤 大家也看到我这个状态 我们在每年的冬季的时候 都会搞一场军训 这只女子民兵脸 曾参与过多次抢险救灾 并获得表彰 更特殊的是 成员都是雅妹子的传承人 有血性 有血性 有担当 有担当 扛起枪能上战场 放下枪赶闯伤场 可秘方不是只传女不传男 每代传艺人吗 英姿萨爽的雅妹子 在加工厂又是另外一幅形象 我就叫雅妹子 这是我的枪族名字 汉语的意思就是善良 有灵性的女孩 我们从这上二楼 雅妹子 汉族名叫徐彦宏 咱们这个工厂跟其他地方 还是与众不同 确实一种枪民族风险 因为都是用的 很多都是我们这个枪秀 这家企业枪族元素浓郁 因为千金难求的辣味秘方 就是从枪族寨子里来的 徐家掌握多种辣味秘方 其中最独特的就是风酱肉 清朝末期 徐家一位老先生 在枪族制作风干肉的基础上 创制出美味又可长期存放的风酱肉 跟常见的腊肉相比 风酱肉煮熟后更偏金色 咸甜中带有浓郁酱香 肥而不腻 筋道有嚼劲 风酱肉做法极其讲究 原料用的猪就十分特别 早上五点多 一群黑猪坐着三层巴士 颠簸了一夜 从川西来到徐彦宏的养殖基地 别小瞧这群还没睡醒的猪 这些黑猪养殖时间都在一年以上 肥头大耳却很灵活 很陡的山一跑就上去了 这位员工话还没说完 黑猪又惹事了 员工想重新搭好梯子 又差点被猪撞飞 员工很无奈 因为这群猪来的时候 就费了九牛二虎之力 我后面这边有两种猪 一种是那个藏香黑猪 它就体型小一点 藏香猪一般它的重量体重都在100斤左右 还有一种是我们的雅河黑猪 最重也就是280斤左右 调形也比较好的这种黑猪 身形矫健的黑猪 就是徐家蜂酱肉创始人的秘方里 指定的原材料 并且只选黑猪身上两个独特的部位 除了独特的原料 秘方里的配料更是出神入化 传到徐彦宏手里 蜂酱肉走进国内知名餐厅 还出口到俄罗斯 新加坡 蜂酱肉一个单品 一年销售额上千万元 曾有人想出上百万元 买蜂酱肉秘方 都被他拒绝了 可最近徐彦宏做了个出人意料的决定 要把秘方公之于众 在四川春节前 村里杀年猪吃杀猪宴 是一件隆重的事 或是从大吉上买来枕头年猪 或是献仔献杀养了一年的肥猪 红对联 红灯笼 红火火火的腊肉香肠 拉开了过年的序幕 猪肉在四川人手里千变万化 吃不完的鲜肉 往往请人加工成辣味 这个五花肉切得是中间的 要得 另外呢 我们挂点香肠啊 要得 好吃就行了 要得要得 你就把它烧盔子烙地 准备我把东西给你倒进 徐家一直帮村里人加工辣味 可从没当众公开做过 很多人都赶来围观 想看看能赚上千万元的是啥秘方 第一步 盐字 四川景盐定位提鲜 加入特产红花椒解腻去腥 麻香味飘出来 盐就炒好了 带皮五花肉抹上白酒 盐均匀涂抹后 五花肉静置发酵 两天后的步骤 就藏着徐彦宏千万元财富里 最大的机密 可徐彦宏不仅让大大方方围观 还请人把全过程拍摄下来 这个步骤就是上将 四川人是做酱高手 徐彦宏用的酱更是与众不同 因为时间关系 做酱的过程无法完全展示 徐彦宏直接端上了一盆做好的酱 因为这就是我们自制的一种小麦面酱 小麦粉先把它浓屉里蒸 蒸好以后要发酵 我们用的这个酱全部都是发酵了一年以上的 麦酱酱香浓郁 带有麦芽糖的甜味 要讲做蜂酱肉 麦酱里还要加入千斤难买的秘制配料 四川人都善于用香料 其实香料都是一样的 以什么味道为主 以什么味道为佛 以什么味道为混合 有非常神秘的一些讲究 为了保密 蜂酱肉创始人把配料秘方编成顺口溜 规定只能口口相传 所以徐彦宏的配料没有公开 但她详细展示了操作手法 这是冰糖粉 冰糖粉 这不你看 匀秤度非常关键 你不能让那个香料 泡在里面一坨一坨的 到了考验手法的时刻 搅拌既要力度也要速度 直到麦酱细腻均匀 连成一条线 咱们这个酱肉每一块呢 上面一定要均匀 每一处都要抹上酱 这个酱要抹三次 这样风吹日晒 大概就是40天左右 就可以吃了 好香啊 酱香味弥漫在整个小院 沙猪宴也开场了 每到年节 秘制的风酱肉 都为本村人的餐桌增香天才 而绝大部分风酱肉 都被全国各大餐厅早早预定了 风酱肉的神秘做法 徐彦宏当众展示 为的是配合他一个更大的财富计划 蜡味在南方一直很有市场 随着南北方口味融合 北方人对蜡肉蜡肠兴趣越来越大 如果风酱肉成为全国居民餐桌上的美食爆品 可就是巨大的商机 那如果我们现在要把它做成这种工厂化 规模化 品牌化 标准化 那我们就要去结合市场的需求 去根据客户的需要来做调整 为了把风酱肉打造成全国市场上的爆款 徐彦宏做了一系列颠覆传统的举动 农户李志宏和宋佳秀养了一百多头猪 年底正是出栏的时候 我们今天是到我们的一个专业合作社 在这边来收我们年初的时候 就跟他签约养殖的生猪 祖传秘方里规定 风酱肉要用黑猪肉 怎么徐彦宏连白猪也收呢 他养的猪有黑的养合黑猪 也有这种二爪土猪 我们那个养合黑猪都已经 就是未过九个月 足量的足重的 我们都已经前期已经给它收走了 这个是又可以出栏的二爪土猪 我们做这个产品一方面是味道好 让人家能接受 第二个你还是要卖得掉 原来徐彦宏把黑猪肉做成风酱肉 拿到市场大吉等地方 大家试吃的满嘴流油 一看价格138元一斤 很多人望而却步 黑猪养殖周期长 成本高 鲜肉一斤50多元 而白猪一斤只要10多元 徐彦宏想把白猪肉也做成风酱肉 满足顾客多种选择 可新的难题出现了 五花肉和下肘肉 是风酱肉创始人反复尝试后 挑选的黑猪肉口感最佳部位 但白猪一般都是瘦肉型猪 同样的部位 做出来的风酱肉口感比较柴 肉香味也不够浓 徐彦宏跟当地生猪养殖合作社合作 从猪种上进行杂交改良 并要求合作社喂谷物饲料 还要给猪增加运动 调整肥瘦比例后 风酱肉口感也提升了 它还改进了加工设备 在工厂里模拟自然风吹日晒的效果 一天最多同时加工20多吨风酱肉 这时候徐彦宏又迎来一个契机 她的风酱肉制作技艺 入选了四川省非物质文化遗产 代表性项目名录 徐彦宏决定公开展示制作技艺 提升市场知名度 同时也让美食文化得到发扬 现在徐彦宏的风酱肉产品 从一种增加到三种 风酱肉知名度越来越广 一年销售额2000多万元钱 有了风酱肉的创新经验 其他辣味美食上 徐彦宏也大胆创新 从外表看 这个小屋十分不起眼 要不是屋顶冒烟都很难发现 可它却是名副其实的宝库 就在这间黑区区的小屋里 装着28种让人流口水的腊味 一年里走出去的腊味有上亿元 但是这些挂在头顶的腊味 就价值120多万元 四川这边的是万物皆可辣 就是年货的味道 这个是我们家的这个猪头肉 这个猪头的话有五六斤 五十多块钱一斤 它剃了骨头的 就把它煮了之后软糯香甜 这边就是我们的另一款肉 就是非常的嫩的一块 又带尾巴的 我们四川叫它左灯肉 过年的时候 桌上的话就要摆 就是猪头肉还有猪尾巴肉 漂亮得很 爱得很 徐彦宏刚开始加工烟熏类腊味时 很多腊味又黑又丑 不好卖 造成了不小的损失 这个过程真的很难 因为以前是小做法 后来要做成这种标准化 我们用了16年的时间慢慢地摸索 徐彦宏下了大功夫给腊味美容 当地有句俗语 除去青钢无毫火 这堆满的就是青钢柴 这种木头就是腊味的化妆品 青钢柴烟不嗆人 反而透着一种特别的木质清香 加上当地高山上百香鸭的香味 锦烤慢熏 浸透到腊肉中 腊肉表皮红黄透亮 油而不腻 满口清香 这个熊翠这个肉 它是黄黄的 好看 漂亮的很好 这个360度旋转架 也是腊味的化妆工具 360度旋转的一个功能 然后就可以让这个肉的话 现在是均匀受热 然后它的那个肉色 比较光泽鲜亮 这个架子还有个玄妙之处 一般红制腊肉 都是只挂一层 而这个架子设计成两层 中间通透 两层架子最多能挂一千斤腊肉 比之前增加约一倍的量 春节大量出货的时候 能保证供应 今天非常荣幸给大家在这个地方 认识各种我们蜂酱烟 那肉制品里面的那种香料 首先我们来学习 虚假秘方规定 只传女不传男 每代只传一人 可现在无论男女 都可以跟她学习腊味制作手法 就是主要想学习她的鲜亮 这些以后做一些美食给家人吃 我学了的话 我是不是能够开个小店 卖一个这个产品 然后自己支付一下 徐彦宏想让她的秘方 既不违背祖训 又能汇集更多的人 后来为了产生给更多的人 老祖宗留下来的疑训 也不能违背 我们还是要充分地尊重 那现在我们做成了料包了 她跟科研机构合作 把秘方用到的几十种香料 做成这种成品配料包 她其实也能够 让大家很方便地去操作了 她还把传承和创新的理念 播种在更多人心里 徐彦宏在不断创新 腊味秘方的同时 也在当地带起一条生猪养殖 食品加工销售的产业链 宋家秀右手残疾 干不了重活 但是两口子勤劳养猪 一年纯收入三十多万元 忙得去也开心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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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4年 新一年 当地有六千多户农户 跟徐彦宏合作养猪 肥猪满卷 日子红火 带大家看一看什么是真正的跑山猪 更多的女性加入了产业链中 他们把特色美食用新的手段 迈向全国 因成就感而更加自信美丽 很多人跟徐彦宏学习制作辣味后 开启了加工辣味的小店 把手艺变成了赚钱的生意 春节前夕 一个小店一天能卖出上万元辣味 大吉上辣味红火 肉香撩人 春节来临 这些辣味正准备走上餐桌 让红火火火的年夜饭 情荣味更香 一起赶大吉 赶得起 赶得是咱日子凉灯烫 一起赶大吉 留在那种功夫路上 天地向上 一起赶大吉 天地向上 那祝福暴散热了滚烫 一起赶大吉 就那滚烫 长得有夜跳得起起起破大年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